你看得到我們嗎? 你看不到 因為我們太小了 我們是空氣污染顆粒物 PM2.5 我們主要透過工業製造 發電廠 交通工具 和入間焚燒所產生 包括一切不可持續的發展和農業活動 人類是你們自己的所作所為創造了我們 我們比你的頭髮還要小25倍 可以透過你的鼻子進入你的身體 因為我們現在太小了 比PM10還要小 我們可以很輕鬆地進入你的血液 我們會慢慢入去你身體的每個部位 繞亂你的免疫系統 導致你炎症 最後造成你身體嚴重的損傷 我可以透過香菸 工廠排放物 或被我污染的食物進入你的身體 為你悄悄攻擊你的身臟和骨骼 我可以透過香菸和被污染的飲用水或食物 進入你的身體 我和我一大群的朋友 可以讓你得到肺癌 膀胞癌或一些心臟疾病 我可以透過汽車排氣 香菸或木頭燃燒的菸 進入你的身體 慢慢地傷害你的肺 你的血液虛化系統 讓你得到癌症 嘿嘿嘿嘿嘿 我可以破壞你的神經系統 傷害正在發育的效應啊 我們特別喜歡成長中的孩童 我們愛死他們了 嘿嘿嘿嘿嘿 我可以讓你得到這些精彩的疾病 中風 慢性阻塞性肺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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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狀動脈心臟病 肺癌 還有嚴重破壞你身體的其他部位 嘿嘿嘿嘿 如果你得到了這些疾病 感染COVID-19的時候 你的病情也會變得更加嚴重 哈哈哈哈 研究估計 馬來西亞每年有32000宗的過早死亡案例 是由空氣污染所造成 重新審核馬來西亞的空氣污染標準 以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 任何能夠改善空氣品質的措施 都可以節約我國的公共健康和經濟成本 清潔空氣是基本人權 讓我們現在就爭取清潔的空氣 在一起工作 只要在一起工作 飢餓